晋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 除了它历史长 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当时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企业制度 这个制度很重要的是股份制 你知道股份制 今天很多公司做股份制 如果股份没有设置好 很容易发生矛盾 最后不欢而散 或者公司做不下去 在19世纪书 晋商当时的它的股份制 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股份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它主要有什么 就是股权比较分散 权力比较集中 它管理权要分离 你比如晋商使用一种很好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 它实行的这个原则叫什么 叫用乡不用亲 你看咱老说乡亲乡亲 乡里乡亲 对吧 乡是你的同乡 亲是你的亲人 他只用同乡 不用亲人 我觉得这招太好了 我们很多 这个几十年来改革开放来的企业 都在用亲人问题上 有过极为痛苦的这个记忆 有的 这我知道的 就是亲人之间最后闹到诉讼 这还算轻的 闹到进了监狱 就是亲人之间互相举报 最后夫妻俩全进了监狱 那么还有就是大的家族企业 在分割的时候老闹不清 就是弄得这个鸡犬不宁 所以在这个晋商 他在初期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经验 我想他这个经验也是后期 总结出来的 用乡不用亲 为什么用乡不用亲呢 用亲没道理可讲 亲人之间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永远道理说不清 各说各的理 如果用同乡 这道理是可以讲的 你跟同乡讲道理 你又有一份亲情 所以用乡不用亲 就形成了晋商的一个定势 而这个定势 一定对他们带来无尽的好处 再有呢 就是晋商采用了一种 很好的激励方式 就叫深谷制 以身入谷 这个原来我都讲过 我们家族啊 山东啊 我的老太爷那一辈 山东当年出海捕鱼 就以身入谷 为什么以身入谷了 是因为出海死亡率很高 你出海了 拿命抵这事了 所以一个人就算一谷 今天上船的人 每人一谷 只要齐心协力啊 出去打鱼 遇上风暴 玩命的也得把这船开回来 所以呢 这个这叫深谷啊 以身入谷 这才导致 我们家啊 我祖上五辈人 四辈人 我的老太爷呢 才能够发财 才能够花钱 让我爹读书 我爹因为读了书 参战以后呢 能够保全自己 才后来有了我 如果当年没这个股份制 我告诉你 就没我了 也就没有这节目了 所以在这个晋商中呢 这个深谷制呢 最激励机制啊 特别重要 因为它在最关键的时刻 比如你压解货物的时候 他为了保全这个货物 他拿命给你拼 因为这本身有他的财产呢 那么徽商就不一样 徽商呢 它比较 就比较文明 它是如商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徽商呢 是指安徽当时的 这个非常著名的六个县 今天都知道 这个赦县 就赦宴 四大明宴之一 还有一县 一个黑一个多 这个字不太容易认 修宁 奇门 寄西 物远 这些现在都是旅游胜利 物园 特别好玩 那么 这些商帮啊 就徽派的这些商帮呢 它跟这个 这个 其他的商帮比起来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家族性特别突出 它为什么家族性突出呢 因为它原住民呢 不是这的人 它这个 它的原住民呢 都是从河南来的移民 东汉末年 兵荒马乱啊 移到什么什么末年 一定是兵荒马乱 要不然它不叫末年 就是这个 多次移民呢 就移到了 这个像 晖州这个地方 为什么移民老往 晖州跑 晖州是大山 凡是山区 在战争年代 相对都比较安全 因为古代都是骑马打仗的 那骑马打仗跑 山区施展不开 所以山区 相对都比较安全 它不像我们 后来的战争 你比如我们的 这个解放战争啊 抗日战争游击战 山区呢 它就有意思 山区容易藏人 那你逮不着它 是吧 所以它山区容易打仗 可是在古代的时候 山区战争少 那么这些 这个当地的这些 所谓后来的旺族呢 它跟过去的贵族不一样 贵族是继承来的 它是自个儿奋斗的 所以这些旺族呢 就今天知道的一些大姓啊 你比如汪姓啊 吴姓啊 胡姓啊 李姓啊 方姓曹姓等等 它当时都是来自于 最早都是来自于 这个这个 河南的这些 北方省份 那么辉州啊 山多地少 今天也是这样 生存条件 和发展条件 就非常艰苦 所以但是它产一些东西 比如柴叶 柴叶能赚钱 竹木在古代 赚不着啥钱 为什么你运不出来 那它不行呢 因为地少人多呢 它只好进行这个商业活动吧 那么它的家族的这种商帮啊 商帮家族的特点呢 体现在各个方面啊 你比如 它的资本筹集 都没钱 都没钱怎么办呢 打会 什么叫打会呢 过去我在工厂就干过这事 一到发工资 一人拿十块钱 这车间呢 有三十人 一下你要凑一三百块 这三百块抽签 谁先抽着 谁先用 那后面你每个月 要拿出十块钱给别人 但是呢 筹集出一笔大钱呢 你就可能办一个事 这种事情到今天啊 在浙江地区啊 都比较实兴 那么 它资本啊 资本的这种筹集呢 日本人做过一个总结啊 这个总结很有意思 这个日本这个学者呢 叫滕景洪啊 他总结出呢 徽章的资本形成的七种方式 他七种方式啊 我觉得日本人都总结的都特细啊 他第一呢 叫劳动资本 什么叫劳动资本啊 就是靠自个儿白手起家 第二呢 叫遗产资本 就是你爹妈剩下来的 第三呢 叫婚姻资本 你穷吧 但架不住你家里有钱的 说你穷吧 架不住你娶一阔媳妇 这叫资本联姻啊 再有呢 就是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 那就是你看你有多多的本事了 再有就是援助的 援助就是我说的这种 打会啊 共同资本 家族合组合伙等等 还有就是委托的等等 这是日本人给我们分的 他分的过细啊 但是理论上 他说的这个道理都是存在的 那么家族啊 在经营中呢 他是这个要利用家族的势力 建立商业的垄断 你知道商业垄断呢 是非常容易赚钱的 我们现在都是国家垄断 所以国家呢 也得拆分 美国当年早期的资本主义 高速发展期的时候 还没有垄断法的时候 垄断公司一旦出现 他国家必须借助法律 后来就出现了反垄断法嘛 把公司拆散 让他们之间有一个竞争关系 如果没有竞争关系 那他就会变成强有力的垄断这个领域 那么受伤害的一定是这个老百姓 今天的首富是谁啊 他在网上天天说 一会儿姓这个 一会儿姓那个 一会儿说这人临时当了多少天 首富爱谁谁 那跟你们没关系 只有跟他自己有关系 那么中国过去的这商帮 今天没什么商帮 也有点 比如我们说过去讲过啊 比如温州地区的 比如潮汕地区的 比如宁波地区的 这些地方都是出商人的地方 那过去的商帮怎么形成呢 中国的商帮明代它开始形成 为什么以前不形成呢 因为以前中国是重农易商的 对不对 我们白居易老头写过著名的诗句 就叫商人重力清别礼 钱月扶梁买茶去 您就买点茶叶 您就跟我来点感情面 你至少要跟我走的时候来一个长吻才能走啊 没有 你清别离 所以商人不是一个好词 你比如人打听 说那人怎么样啊 说那人是个商人 那不再过去都叫骂人 今天要说那人是个商人 那说是不是首富啊 一是首富就肃然起敬了 那是你堕落 你堕落了 那么明代啊 商帮的形成是因为中国商业经济的繁荣 那么他这个商业的形成 为什么就是说啊 在元代以前宋代都没有呢 那不是也有商业吗 清清上河都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 那时候商业都是国家管控的 那么到了明初的时候呢 这个商业就比较放开 为什么放开啊 因为明初的时候 朱元璋时代国家百费戴心 商品经济跟不上 我们传统的古代社会 最重要的经济呢 它叫盐铁 什么叫盐铁啊 你读汉代的盐铁论 盐是国家管控的 铁是国家管控的 盐为什么国家管控 因为每个人都要吃盐 铁为什么国家管控 因为铁能拿去打仗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那么西汉以后 盐铁专卖成为固定不变的国家制度 那么国家直接就经营这个 就不许你私人去经营盐 所以到了明初的时候 因为朱元璋实在是顾不过来 为什么顾不过来 就是国家效率低下 成本极高 所以采取的一个态势叫什么呢 叫国退民进 这听懂了吧 国家不干了 国家当时边方需要钱 你说需要钱大国的蒙古人拼命的 因为蒙古人 就是你知道元朝 那打变了全世界的蒙古人 你哪那么容易让朱元璋一个安徽人去统治 所以蒙古人天天的侵扰你 那怎么办呢 朱元璋就命令徐达 等这些大将北伐 包括后来 这个朱永乐 朱棣皇帝都死在这个 御驾亲征上 你可见当时的变换问题 那么你打仗最重要 古代打仗跟今天打仗没区别 今天未来的战争咱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 后勤积养非常重要 那么兵多粮少 兵多粮少 去了兵一上去 你的后勤积养就要跟上 后勤积养跟不上呢 就有人马上跟朝廷报位嘛 那朝廷马上说 各省全部运粮草 我们过去说兵马未动粮草 先行就这个意思 但成本太贵 太贵了 洪武三年的时候呢 那个山西省啊 有个行省参政叫杨献就跟朱元璋 就直接就直接上书说 真他们受不了 说这事真受不了底下 说这个太贵了 说没有办法 实在不行了 咱就动用商人啊 让商人呢 纳粮换盐 所以呢 朱元璋就接受了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呢 就叫开中法 那么这五十多年啊 这开中法呢 就特别兴盛 他当时不仅仅是纳米啊 不光是米了 包括 沙 铁 金 银 马 茶 马是军用物资啊 棉布等等 那当时啊 北方嘛 你看山闪 所以呢 他们就形成了最早的 进商和闪商 国家退出了这种 经营机制以后 好处是什么呢 商人都是中利的嘛 他要核算成本 他要核算成本 他一定用得最核算 他不像国家 国家做这个事就是 我只要 这个成绩 我要后果 至于中交的成本 不是我支出嘛 所以国家做一件事 比商人做一件事 贵上几倍都是正常的 那么国家退出了 盐业的经营 注意啊 明朝以后 明清最有钱的人 是什么呢 盐商 这就是国家让利于民 状态给我拍过一个戏吧 不是拍过一个戏 拍过一个纪录片 叫客从合出来 那上面查到的是 我母亲那一支 是山东历经 从道光年间 连续五代首富 就是盐商 所以有人说 我终于知道 马亦东哪来的钱了 他买的古董 都是他祖上的 我心里谢你了 我们祖上真是盐商 但我连延迟都是自个儿买的 那么学者后来就对这些商帮 开始总结 这总结可不是 可不是当时写的是后来的总结 就是所有的事物的发展 总结是一种理论 但是你把理论割前头 它是绝对发展不起来的 十大商帮有什么呢 我们知道的山西商帮 陕西商帮 就这次大年花开 岳正言演的陕西商帮 还有辉州商帮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指的就是江西 还有广东商帮 山东商帮 江苏商帮 还有宁波 龙游 福建等等这些地方 那么这个商帮形式 它其实是可大可小 它是后人总结的 比如一省就为一帮 要不然一线为一帮 你像龙游商帮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镇没多大 再有就是江苏 无县东山镇和西山镇的 洞庭商帮 这个东山镇和西山镇 这俩地我特熟 为什么熟啊 当年早年很多家具都是那买的 你想想 那为什么有家具啊 因为历史上竟商人 商人有钱呢 我那个在厦门官府博物馆里的那个 最著名的那张拔布床 就是江苏无县东山镇的 当年我买的时候 他溜溜溜的给我拉了三首扶托拉机 那时候还首扶托拉机 给你拉过来 床上住的这么粗 盖房子都够 那就是当时的这个东山镇 西山镇呢 就是去的少一点 因为西山镇的那个交通不如东山镇 这就是将来有机会再讲 那个地方的整个的这个家庭的布局 以及他出了多少重器 因为那个地方有钱 那么历史上发展最大的商帮呢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一个是晋商 一个是徽商 晋商呢 这个你忘记中国事啊 忘记死了 都倒得特远啊 一倒就是倒得春秋战国的时候 甚至更早 这山西人就有经商传统啊 他有了这种发达的商业 他就必定有这个成功的商人 所以呢 晋商呢 作为一个商帮呢 从明初开始实行这个开中法以后 他就抓住了这个时机 历史上所谓啊 历史上这么说 有五百年 五百年晋商 实际上就是从明代算起的 那么明代的晋商和后面的徽商呢 他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 他肯定是以盐业为主 盐业一旦开放 给了这个民间精英盐的一个权利的话 那么盐是能赚大钱的 我们今天啊 都觉得这盐怎么赚钱啊 说这一袋盐才多少钱呢 你这辈子也吃不了多少盐 可是你知道 每家每户都要吃盐 历史上发大财的都是卖小东西的 你到香港去看啊 虎报花园 是今天旅游团必须参观的景点 那就是胡文虎 胡文报兄弟俩 卖万金油卖出来的 那万金油 我小时候就是清凉油 三分钱一盒 就是他们家的 他们画一老虎 卖这个 最后卖出一虎报别墅来 咱今天卖这个 好像卖不出来 架不住当时人人使这个 那么第二点啊 就是进商和徽商共同点呢 就是他一定是跟官商结合 南丁话叫勾结 他其实不是勾结 就是结合 当时的官商是放权给他 因为他要国退民进嘛 那明末的时候 这个进商就彻底衰落了 他跟清代后来的 就是咱们在电视剧里 或者知道的乔家大院 王家大院 这个都没关系 没什么的 直接关系 如果非要说关系呢 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一种精神传承 所以这个明代的这个进商呢 这个他当时还留有这个遗嘱 他遗嘱说什么 说利益之 什么意思 我的利益 我赚的这个钱呢 一定是要有 从我这个道义上 要有限制 不能忽来 对吧 清代人把他改了一下 清代的进商就把这个事 还这四个字 他换过来说 他说以益智利 就是说 我想赚钱 那我益在当心 益在先 益是什么 说话算数 对不对 今天我们最怕的 就是说话不算数 今天在这社会上 让你天天闹烦心的事 都是说话不算数的事 所以清代的时候呢 他就说以益智利 就是说我把这个益哥的钱呢 我才再去想办法去赚钱 这是他商业的一个宗旨 清代的进商啊 在今天的这个进中地区呢 就非常的繁荣 进中地区是哪 齐县 平遥太古 我原来讲过啊 齐县的灯 太古的棚 它什么意思啊 齐县一到过年的时候 张灯皆彩 太古的是打棚 有钱人家门口 打一打棚 把古董都摆出来 摆出来干嘛 显摆 让你看我们家有钱 你看那个 那个有的人把豪车 摆在家门口 就这意思 不能开进你 开进你 不知道你有钱嘛 所以那时候呢 太古搭棚 齐县掌灯啊 平遥是古玩贸易最多的地方 我很多东西当年去的时候 都是在那买的 在这个北京 有些倒腾古玩的人 当年就是山西的知青 因为山西的 到山西插队啊 山西的那些 这个老乡们脑子都比较僵化呀 他这个北京去的呀 脑子比较灵活 就是每次回来的时候 带点古董 那时候古董没有市场 没有人买 只有国家收购 就卖给国家的收购部 从中赚差价 这么发的财 这些商业的这种形成呢 其实它还可以细分啊 你比如山西当时的 他这个商帮中呢 他自己也分 他说他有船帮的 什么叫船帮呢 船帮就肯定是做船的呢 它是什么呢 对日贸易 对日本贸易 这叫船帮的 还有什么呢 驼帮的 驼帮 骆驼 那一听骆驼 肯定是往蒙古跑啊 往蒙古俄罗斯跑啊 做什么 卖他茶叶 那茶叶利润特别大 所以这是驼帮的 还有票帮 票帮就是你今天到平遥城里 去看那个日升昌票号啊 票号最初是从典当开始 最后变成了就是金融的 这个这个 这种行的啊 就是 有点像银行 银行的前身吧 那么我们的银行是西方的概念啊 进入中国是很晚的事 其实在中国的清朝呢 票号已经非常的这个流行了 当时全国的这个山西的这个票号呢 这个有四十多家 全国只有五十多家票号啊 这个山西占了80%以上 他总号就设在就是齐县太古平遥这些地方 那么这个现代人总结说的都滑稽 说那是中国的华尔街 我说是我们成还是华尔街不成 我说不清楚 反正那真不是中国的华尔街 你今天去看华尔街什么概念 是现代概念 那是中国的传统概念